当地时间2月28号 俄罗斯代表团和乌克兰代表团 在白俄罗斯的戈梅利州举行了谈判 谈判持续约5个小时 双方在会谈结束后表示 已找到未来达成共识的要点 近期将举行下一轮谈判 此次俄乌会谈 是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 双方的首次对话 虽然双方的立场差距较大 但是外界仍然希望会谈能取得积极进展 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梅金斯基 在会谈结束后表示 谈判过程中 俄乌代表详细讨论了 议程上的所有议题 找到一些双方预测 可以达成一致立场的议题 双方下次会谈将于近期 在白俄罗斯布兰边境举行 我们双方同意继续推进谈判进程 下轮会谈将于未来几天内进行 乌克兰代表团成员布多利亚克表示 乌俄双方在谈判中 确定了一些优先主题 双方代表团将回到各自的首都 进行磋商 讨论近期举行下一次会谈的可能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里 同时有些 discussions